OK喔 那 開始 我們之前都教了軸的一些分析 然後靜態受力、動態受力都教了 那我今天來介紹幾個 實際會遇到的Case 就是一個Case第一 叫做 Reverse Bending 然後加這個 Static Tonk Reverse就是說它是會一直往反 然後 那Static就是靜態 所以這個是什麼情境呢 你想像一下 有一個軸 那我這邊呢 有一個 產生某種Bending 那這個Bending的來源 就是 這個就是來自某個Moment 然後呢 然後呢 我的 我可能在這個 情境下 就是說這邊有一個Tor Tor Tor 然後這個要畫轉方向 好就 任何一個軸在 就是說在某個機械設備裡面 很有可能你就可以找到這樣的受力條件 就有一根軸在那邊 然後因為它連接的一些機械原件 導致它兩端產生一個這個對偶的痛 然後也產生一個對偶的Moment 這是很常見的 但是呢 它這個軸本身 就是持續在轉動 就是持續在轉動 Rocating Rocating 它在轉動 那如果它持續在轉動的話 你去看這個表皮的某一個點 這個表皮的某一個點 你來看一下它這個點受到什麼樣的力 在這個 如果你靜態來觀察的話 靜態來觀察的話 它的這個材料呢 因為上半部是壓縮嘛 所以它受到這個壓縮的硬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它的這個材料的左半邊 如果你是由上往下看 那它的左半邊是 朝 朝 算是 有點像朝上這個方向的一個簡力 那 右手邊就是朝下 那 簡力是最偶的 所以這裡 這裡就是朝右 這個朝左 所以就是有一個這樣的簡力 沒有了 這個Tog 在這個表皮上 產生這樣的簡力 然後這樣的Moment 在這個兩端產生這樣壓縮的硬力 所以這個不就是我們之前探討 就是說 常常拿來討論的力分析圖嗎 那如果你去看它轉轉轉轉到下面的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同一個點 同一個點然後轉到下面的之後 那 在下面的時候呢 下端的時候 它會是 變成 變成左右拉伸的 對不對 那硬力大小一樣 然後 然後 簡力呢 不便 因為如果我是一個 這個 固定的Tog 在這個同一個位置 同一個半徑上 它 每個地方的Tog 這個 這個 簡力都一模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端點呢 在最上端跟最下端 如果是靜止去看的話 那一瞬間 它的那個 受力的組織長這樣 下面的長這樣 那 如果這個軸在轉動的話 那上面 就是上面的那個點 到了下面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 就轉上去 就變成 變成 上半部分的壓縮的狀態 所以你就發現這個 左右的 正向硬力啊 它就是 一下正直 一下負直 一下正直 一下負直 所以 如果我把 這個 這就是 動態的狀況 這個是時間 那你會發現 它其實是這樣 這就是 這個 這個表皮 就是某一個小材料 它其實 就受到了 正方向 負方向的 這個 正的Sigma 負的Sigma 正的Sigma 這樣一直往負的 在變化 而且大小一樣 所以為什麼叫reverse 就是說 它是 一下正一下負 那在這個狀況下呢 你的 硬力的平均是多少 平均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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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正幅是多少 正幅呢 就是這個Sigma 正幅就是這個 那在這個題目的話 Sigma的話 就是 32m除以 排第三 所以如果我的這個軸呢 它的直徑是 小D的話 然後 m在那邊 那 我的正幅大小就會是 在表皮上的這個Sigma 然後大小就是 32m除以排第三 OK 好 那至於TALK呢 TALK的部分 這個是 這個是 硬力 然後這個是 這個 減硬力 你會發現呢 它 持續一個定值 因為 我在 表皮上的任何一個元素 它 雖然是跟著轉 可是每一個地方 都是受到同樣的TALK 同樣的這個TALK 所以 每一個地方受到 表皮上的 每一個地方 受到的 減硬力 就會一樣 TALK會一樣 所以 隨著時間TALK沒有改變 那再這樣來看的話 TALK的平均是什麼 就會是 你的力圖裡面的TALK 那TALK跟我的 外力還有尺寸的關係是什麼 16TALK 除以外力 三 那 它的政府呢 就會是 就是這樣 好 那 在這樣的狀況下 如果我要 做 這個 分析的話 我們就來 回顧一下 我們的 疲勞的模型 所以 比方說我現在要用 這個 Goodman 的這個 TRANTIC Model 然後 我要加 安全係數 Safety Factor 然後呢 我要加 硬力集中的 考量 所以就 Stress Concentration 我希望 這些事情 全部加進來 那 到底 上面這些分析 怎麼樣變成下面 那Goodman的話 第一件 第一件要素 我們的這個 力圖 它要 變成 這個 等效應力 好 那 記得這樣的力圖 它的等效應力 就是所謂的 Van Mrs. Kr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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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習慣 就是寫Van Van Mrs. Kress 是 根號的 Sigma 平方 加上三倍的 號平方 OK 所以如果我們把 Van Mrs. Kress 的平均 還有正幅 都算出來的話 所以我這裡 我把 Mrs. Kress 寫在上標這邊 我把它算出來的話 公式應該要一樣 就是變成Sigma 這裡我要帶平方 要帶平均值 加上三倍的 號平均值 那這裡的話 就是Sigma的正幅 的部分 加上三倍的 號正幅 那我這裡已經知道 Sigma的平方是0 這一項是0 這一項是0 然後 那個 超的正幅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的話 我就得到了 根號3 超amg 所以我就得到 Sigma R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就會變成 根號3 乘以16 TALK 拍第三方 這個呢 就是32 moment 拍第三方 我先把 等一下Goodman 那個Model 有需要的東西 就 帶進去 可是呢 做這個等效應力的時候 我們 少加入了 所謂的 應力集中 那應力集中要加在哪裡呢 那我們要回顧一下 因力集中 有4個K 有4個K 那 就有分 動態的 分靜態的 分靜態的 然後有分 那個正向的 跟 簡力方向的 那 這個是KT嘛 有S的 都是簡報向 就是KTS KF KFS 那在這邊的話 如果 這個 K有值 他是正向 平均是靜態 那這個應該要乘上KT 那 正向 可是是 政府 政府是動態 正向跟動態 所以這個應該要乘上K的 那 這個是 簡方向的平均 所以就 簡方向跟靜態 所以他是KT 那 這裡的話 最後這個就是KR 那 因為 其中兩項是0 那我實際上 要乘的這個 安全技術 應該要乘在哪裡 邏輯上是要 乘在這個地方 就是 Sigma R 好啊 這裡應該要乘上K 然後這個地方 當然 因為這裡有個平方 我這裡也應該要平方 那這個 TAU AVG 是要乘上KTS 那因為這裡平方 我這裡也當然是平方 所以也就是說 我如果有考慮硬力集中的話 我最後 這邊其實會多一個KTS 這邊最後會多一個KR 那你就要去 我會給你表啊 那你就去查 KTS KF 分別是多少 那我就 算得出 有考慮硬力集中 有用 等效硬力 得到的一個 呃 平均跟正幅的這個 等效正向硬力 那我在我根本裡面呢 就會是用 Sigma的AVG Valmesis 塗上 回想那個圖 回想那個圖 這裡 這裡有一條線 這是降伏 這裡是降伏 Goodman是誰 是這一條 所以這裡跟這裡分別是誰 這裡是 耐久線 就是 endurance limit 這裡是極限拉伸強度 ultimate strength 那這一條才是Goodman 好那這邊的話 這個自由度是 平均這個自由度是正 所以 平均的那個像 除上極限拉伸強度 加上 正幅的這個像 是我們等效的部分 除上誰 除上賣酒線 然後這個公式要小於等於安全性數分之一 所以這個 就是我的最後設計公式 這個公式就叫Goodman 然後其中 你的右手邊分母如果多了一個NF 就是考量安全系數 然後你這兩項分子的這個等效應力 我已經在這個地方把應力集中的數值沈進去了 那我就有把應力集中的這個考量納入 所以這個就是最終公式 那 當你這個公式打出來 最後這個題目就會問你一件事情 呃 如果在 因為 這公式全部套進去 總共有哪些事 這個總共會有什麼函數 裡面就會有 外力 外力 外力的話就是moment跟talk 會有尺寸 尺寸的話就是d 然後會有 當然尺寸會影響應力集中 所以這個是 那個 K K K T S跟 K F 所以尺寸會影響 應力集中 那當然我們這邊 因為 看起來像單一 那個 直徑沒有變化的軸 那 這個題目它有可能可以畫成這樣子 就是一個 好像那個 海賊王的那個 那個 這是什麼 它那個叫 那個排骨一樣的那個東西 長得像那個形狀的一個軸 我不知道這個大概叫什麼 這個一個肉串的那個樣子 那就表示說如果有尺寸變化的時候 假設這個是d 這是d 然後這裡有一個導角r 那其實這個設計公式裡面 原本 直接把所有的數字都帶進去 是沒有d也沒有r的 沒有在裡面 因為 我們應力一定是用這個 直徑最小的部分在做計算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算力力的時候 一定是用小d 小d對不對 但是呢 k 是受到大d跟r影響 所以實際上 k裡面它是受 大d還有r影響 就是大d 所以 其實尺寸的部分 其實是有間接影響的 就是大d跟小d 那這個公式裡面還有什麼 什麼東西呢 就是安全程度 還有什麼 那個材料性質 那材料性質的話當然就是這個材料它的極限拉升強度 還有它的耐久線 對不對 還有一個東西呢 會影響到 就是 材料會影響你的 k ts 因為你要回想一下 我們是不是有講一件事情 動態受力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缺口敏感度 那缺口敏感度 那個表格裡面有一件事情 就是 不同材料強度的 這個 不同強度的材料 它受到缺口敏感的程度不一樣 就是有一個qs 所以事實上 這邊 k裡面 就是 kts 也受 極限拉升強度的影響 好那這個公式裡面還有什麼 沒有 就這四件事情 受多少力 長什麼樣子 用什麼材料 你要多安全 所以通常 這個設計問題 就不外負這四件事 然後如果它是一個考題 它一定會給你某些資料 叫你去算出沒有給你的那個像 那你就把市值帶一帶 算一算就結束 那通常這樣的一個機械設計的題目 就是以考試來講 好心一點就是給你這個公式 我的話 絕對不會給你全部都帶進去的公式 我最多就給你這個 然後呢 我會告訴你我大概會給你一個 我會給你一個 這個 百個星星的就代表 如果是我出的題目 我應該會給你 我就會給你 這樣子一個東西 但是我不會在旁邊寫它是goodman 你知道嗎 就是我會給你一堆公式海 但是我就 公式海 但是它不會 我不會寫誰是誰 我最少寫一個這個 那我可能還會再給你什麼 我給你這個 給你這個 公式海 給你這兩個 真的是太好心了 因為這個你就不用再從彩莉去背 它的關係 那我應該還會給你一個這個 就是 這個是從 最大其變的模型來的 最大其變的模型裡面 它後來定義了說 不是定義 就定義啦 就是varmistic stress 那你看其實這個解題裡面 從頭到尾 就只有這幾個公式 沒錯吧 剩下來都是你要自己判斷 什麼地方要放什麼數字 好喔 那這個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 可能會考的題目 好喔 那我再講 第二個情境 大家第一個情境OK了嗎 我的手機我也照一下 可以 生存到木頭 你是不是有代理音像你就位置 代理木啊 代理木啊 你先把這裡面全部放一個數字 就叫代理木 好喔 好喔 有趣 好喔 有趣 來 感謝 好喔 那再過來我要講情境二喔 情境二 情境二 用紅色 情境二 那我們來看一下情境二發生什麼事情 他這個時候啊 這裡改成那個reverse 要怎麼樣讓hawk會產生那個revers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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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能要這樣子畫 就是說 你想像一下 就是 這裡 這裡可能是某一個 用一個這個 這個是可能某種那個belt 就皮帶 這個是這裡的belt 然後 然後 那你再想像一下 如果你這個時候 這個軸啊 它是 叫做 Ossilating Ossilate這個字叫做 擺盪 就是 就是 它是來回這樣子轉動 而不是 持續的同一個方向轉 它是 就是 順向逆向 順向 逆向的 這樣子的 擺盪式的轉動的話 那 因為我這個 belt 它的張力 對我的軸產生moment 這個很ok嘛 但是呢 我的這個belt 它有 它的張力會隨著 你 跟它 互動轉動的方向 產生 抵抗 那個旋轉方向的 torque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 皮帶內部 產生的張力差 就是 兩端產生的張力差 就是 產生出 對軸 有 有力矩的 來源 那如果你 順時針轉 就是 某一個方向轉 那它一定會 有一端比 另外一端的張力大 所以 那一端 減掉 另外一端的張力 產生的張力差 乘上半徑 再 就會是 某一個旋轉方向上的力矩 結果這個運動 整個顛倒過來的時候 張力又 整個顛倒了 變成原本張力差 正方向 就是 產生一個 正方向 torque的 這一個張力差 欸 跑到另外一端去了 這個時候 是不是剛好產生一個 假設 同樣兩邊對稱的運動的話 另外一端的張力差 就變成也一樣大 結果 就變成 你的torque就 一下正一下腹 一下正一下腹的話呢 那我為了要 顯示出他的這種 有差異 那我這樣畫好不好 就是 我們假設 剛好在 因為他的這個周期性 就是說 他剛好到上面 被壓縮的時候 他是不是剛好那個材料被 產生順時針 就不一定 因為 我的這個某一個點 他 如果往復的這樣 就是 這樣子運動 他剛好運動到 假設最上面是 最大的壓縮的時候 那剛好有可能會是 某一個方向的torque 就是剛好我這樣運動過來 那他要運動下來的時候 可能 因為 往下 所以剛好又是 反方向最大的torque 那我就這樣畫 這個 如果要去探討 他那個時間差 這倒 也是一個 蠻有趣的問題 但是 在機械設計不用管 那個時間差這回事 你只要知道說 他的確是這樣的 幾個瞬間的靜態 但是實際上 他是 一直在 這幾個狀態下 一直在漸變 所以他 左右的 正向應力 有的時候就會壓 有的時候就會拉 然後他在這個 側向的這些 簡力 看來就是有的時候順時針 有時候就會一直 所以呢 這個時候 他就變成另外一個情境 他的 簡力呢 也是 不大不小 就是不正不腹了 不正不腹了 但是 對不起 他不是 不是賽波了 簡力不是賽波 簡力應該會是 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 相智方波 為什麼 因為 你在某一個方向旋轉的時候 正要這個方向旋轉 你要啟動的那一瞬間 有可能 你的皮帶 那一瞬間 兩邊沒有張力差 對不對 然後慢慢的那個方向 開始轉動起來的時候 兩邊張力開始有差異 所以你的張力就開始變化 然後到 你最大的張力差的時候 那個張力就不會再變化 就是你已經 好像是固定方向轉動的 那一個最大張力差出現的時候 因為張力差都是因為 皮帶跟輪之間摩擦力產生 那 到了那個瞬間的時候 你的張力就固定了 所以才會有點相反駁 但是 你不 實際上 張力不會瞬間變化 他還是會有點 這樣子 懂我意思吧 真實的情境下 怎麼樣讓張力瞬間變成 負方向 不太可能 那個 皮帶也是連續的 他的力量應該也是連續的 好 那 這邊要強調的重點就是 機械的設計沒有在管你 到底這個 動態受力是什麼樣子 沒有關係 你只要告訴我 平均是多少 正乎是多少就好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不是很在意 所以今天設計是這樣子 好 那 從 第一個情境到第二個情境的改變 就是我的這個 幾何的條件的變化 還有我運動方式的變化 導致我 動態 就是減應力的動態 的變化的狀態 改變了 剛剛是靜止的 現在是一個動態的減應力的狀況 所以呢 在很巧的 它就是一個reverse talk 它就是 就是 一下這個角度 那 這裡的話呢 公司就不一樣了 就變成 平均是零了 結果正乎是 剛好是掏 那掏是多少 掏就會變成 16t除以排 所以其實從頭到尾 情境變了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這個數值 從政府 叫做 減應力的平均 跑到 減應力的政府 就這樣的差別 但是這樣的差別 對於我們 missistress 的影響 是什麼 變成 這個不一樣 這個變的 對不對 兩個都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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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兩個都變的話 我就 就是整個衝寫 衝寫 因為剛剛都照相造成 所以都變了 那都變了以後 你看喔 其實 平均部分都是零嘛 所以這邊就是零 不會有這個平均 平均帶進去都是零 然後剩下的都變成 政府的部分 就是 政府的民均 加上三倍 跑 政府的民均 好 變這樣 好 那 我把 整個公式帶進來 把那個 硬力集中都帶進來 帶進來給你看 所以它就會變成 KF32M ID3 這整個的平方 加上三倍 這個是 KFS 16倍 TALK ID3 我的平方 還更好 變這樣 好 那 你這個式子 如果跟 Goodman 整合的話 不用 直接用藍色寫在它上面 跟Goodman整合的話 變這樣 分母要除上 這個是 政府的部分 這個就是 耐久線 然後小於等於 分解性部分 所以最終式子就變這樣 我說你把Goodman加進來 所以它就沒有平均的那一個項 平均是平均 平均是平均 OK 所以我今天就介紹了這兩個情境 那我要提醒同學的是 我們考試的時候 它會有文字敘述 它會有圖 你一定要冷靜的判斷 怎麼把 那個情境 變成 這兩章 因為你 變錯了 就算錯了 後面都是 一路扣分扣下去 那我們的助教很好聽就是說 你某一階段 判斷錯的那個部分 當然是全錯 但是後面你只是因為 你前段段錯 但是後面帶都帶對了 他後面可能就還會再給你一點分數 對吧 但是沒道理說 你只是第二部分錯 後面都帶對了 那後面又再帶對了 還給你滿分 那其他血全對的人不是很少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部分錯 你就會後面的每個地方 都會被扣一點分 扣一點分 所以要很冷靜的判斷 我認為這整個題目最重要的就是 力學的判斷 知道哪一項是哪一項 後面就帶公式 我認為 帶公式 你只要會帶 都不會帶錯 就這樣子 那我們那個 下禮拜啊 就會有一個考題 然後就會有一個前進 下禮拜就考試了 禮拜幾 下禮拜二 就是 你在那邊 你怎麼打到 三個下禮拜 聽說 呢 你想要不 uncover